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迪发现了一艘被遗弃的小船 他在小船里找到了足够三个月的食物储备 安迪和妻子一起分享的食物给他们带来了惊喜 凯伊觉得安迪已经许久没有刮过骨子 于是凯伊来到遗弃的小船里 希望能找到一些可以使用的物资补给 幸运的是凯伊找到了所需的刮胡刀 但不幸的是凯伊也因此被潜藏在船舱里的丧失感染了尸毒 凯伊知道被感染的自己只有48小时的时间 安迪强行带着凯伊去寻求救治 他们离开了自己的水上庇护所 岛上的一个原住民图米一直守护着被感染的父亲 他每天都会按时来给父亲送食物 安迪为了躲避丧失而出了车祸 此时凯伊已经不能控制自己 安迪不慎被凯伊感染了病毒 而现在开始的48小时也是和女儿最后一起的宝贵时光 安迪背着女儿来到了一个小医院 一位留守的医生帮助安迪包扎了伤口 还告诉他可以把女儿托付给威利一家 安迪上路寻找威利一家 在路上遇见了维克 安迪救了维克并和他一起回了家 在家里认识了一个叫罗伦的女孩 安迪本以为可以把女儿托付给维克 但罗伦告诉安迪维克不是好人 自己可以帮他照顾女儿 但是只要维克在就无法保证安全 而维克悄然而至还打晕了安迪 安迪醒来后发现和图米被关在一个笼子里 聪明的安迪利用丧尸顺利地和图米一起逃出了笼子 安迪和图米回去救出了女儿 在逃跑时 罗伦为了救安迪父女被维克开枪打死 安迪和图米也趁机逃走了 图米带着安迪回来找父亲 可父亲已经死了 最终图米决定带着安迪和女儿回自己家园 并带安迪照顾女儿 安迪和图米在穿过一个隧道时 发现里面藏着一些丧尸 他们小心翼翼地逼过丧尸 快到出口时却遇见了仇家 为了保护女儿 安迪和丧尸们站在一起 然后趁机向维克发起攻击 维克也被感染 并在最后时刻悔悟 并把女儿还给了安迪 图米也因此受了伤 俩人就这样相互依偎着一起继续前行 安迪意识到自己即将快变成丧尸 在女儿没有安顿好之前 她无论怎样都要撑下去 安迪用一只树枝挂着一块腐肉 背着女儿和受伤的图米 终于到达了图米的家园 虽然很不舍 但是安迪还是被迫和女儿永远地分别了 图米抱着安迪的女儿 回到了族人的部落里 全居中 这是一部惊素而并不恐怖的丧尸片 面对人类危机 一个父亲在被感染了尸毒 在48小时的时间里 为周最大的女儿寻找着重生之路 在这样的情况下 自己的生命已经并不重要 而孩子是每个为人父母 在临死前永远都舍不得放下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关注和转发哦